在华夏大地的东南异域 有一处人间仙境 名曰宜蒙山归蒙景区 此次我有幸涉足这片神秘而静谧的土地 与青山绿水间抵挡心灵 与千年古运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深感大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美 此行可谓一场触及灵魂的深度旅行 4月13日周末 我踏上了探索山东淋漪这片神奇土地的旅程 此行正值人间4月天 景区正逢国家为了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而实行的免票政策 这无疑为我的行程增添了几分惊喜与期待 上午9点抵达闺蒙景区 辅置景区入口 巍峨的蒙山坊处理眼前 他以其古朴庄中的姿态向每一位来访者 诉说着蒙山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千年岁月在青史上刻下沧桑印记 仿佛在低语蒙山的古老故事 迈过方门 踏上苔显斑驳的石径 每一步都如同踏进历史的长河 我在其中寻找仙人留下的痕迹 感受他们曾经的生活智慧与信仰坚守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前行 两侧翠竹一一 仿佛步入了古人笔下的诗画之中 出踏归蒙 眼前展现出一幅宏大的水墨画卷 连绵起伏的山巒如苍龙蜿蜒 绿意盎然的临海似碧波荡漾 清晨的阳光洒在巍峨的山体上 勾勒出岁月的沧桑和坚韧 漫步山间小径 那松涛阵阵 溪水潺潺 仿佛是大自然最质朴的乐章 让人瞬间沉醉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 十点 我沿着山路来到九龙潭 据说九龙潭瀑布因瀑布源头 有九条汉白玉石龙而得名 九龙潭瀑布高两米 宽八十三米 霸高三十五米 每当夏秋季节 洪水暴涨 瀑布如银河青 落入底潭 树里开外仍可隐约听到声音 九龙潭潭水似一面朔的明镜 群山倒映 绿影扎地 白云在波光淋漓的水面下浮动 有一种山与水共测 人与井交融的美感 继续攀登 沿途经过玉泉枕流 小仙翁 听涛 我看到对面山峰上 有一块象形石 犹如一只巨大的神龟 朝着蒙顶方向朝拜 这就是神龟拜寿景点 礼记 礼运 灵 凤 龟 龟 龙位之四灵 孔颖达书 以此四寿皆有神灵 异于他物 互位之灵 龟行石是蒙山具有代表性的奇史景观 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长寿的象征 是蒙山长寿文化的形象大使 继续前行 到达龙虎观 道路两侧高峻的石壁上 分别有龙虎两个磨牙石刻 字迹归整秀美 直径约五十厘米 龙虎是道士炼丹的术语 带纸签 拱 龙虎二寿是道教瑞寿 为阴阳二界守护神 有阴阳融合之意 隐喻蒙山为天人合一之地 过了龙虎观 就是白云岩道士林 林中安葬了自今 元 明 清 民国时期以来 数百名蒙山著名道士 十一点半 到达百兽磨牙 在天然形成的巨石之上 各有九十九个 楷 立 形 草 转等个体兽字 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兽字 若隐若现 共计百兽 取天人合一之意 成为天下一绝 中心大兽字为 东晋大书法家 王熙之真迹 字高九点九米 字体书放求尽 统代全篇 该处磨牙石刻及 中国书法之大权 以弘扬蒙山 长寿养生文化为指规 显山穿之灵器 收遗养之功责 称玉当代 惠及千秋 继续攀爬 经过蒙山十八拐 就是阴窝蜂 阴窝蜂绝必千尺 牙膏万丈 只有苍蝇方可飞临其上 渡朝七夕 不明阴窝蜂 阴风夕照是 蒙山石井之一 自古便有不到阴窝蜂 枉为蒙山行的说法 英窝蜂岩石 是25.39亿年前 因地下岩浆侵入而形成的 后经历长期风化波石 崩塌垮落作用 最终形成高低错落 陡峭高耸的悬崖绝壁景观 经过陡峭的天街 清涛亭 就到了圣贤亭 这里曾是孔子小气之地 以待望怀 吞吐万古风云 鲁国小乎产 踏云观日 怀抱于秋山川 无心大义 挺柱上的银帘 概括了蒙山雄 置于东鲁白内豪迈气概和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扩大胸怀 继续上山 经过玻璃桥 就到达东天门 这里是蒙山悬崖战道时点 蒙山悬崖战道 有江北第一战道之称 全长2999米 由森林木战道和悬崖战道组成 行走在战道上 一步一景 步步惊心 险峻处有飞龙在天之豪迈 平缓处有平步青云之喜悦 此处海拔1000米 富氧离子含量极高 被称作天然氧疤 游览图中有球形风化 橡皮石 海星石 金蝉献宝 八戒碑媳妇等景点 下午一点半 我终于来到了蒙山之巅 归蒙顶 站在海拔1156米的高度俯瞰四周 视野豁然开朗 山川河流尽收眼底 不禁令人想起 孔子当年登临此处发出的感慨 登东山而小鲁 此刻的一览众山小 让我深深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渺小 与宏大之间的辩证关系 对生活的敬重与敬畏之情 油然而生 我立于山巅 仿佛与天地共呼吸 体验到一种超脱尘世的空灵之境 归蒙顶为蒙山主峰 海拔1156米 为宜蒙山区最高峰 因壮似神规而得名 神规头朝西北 尾列东南 俯卧于云天之际 丰顶东围玉皇殿 稀有孔子小鲁处和沃龙松 登临山巅 云海风涛 天地悠悠 物我合一 心旷神怡 仪式独立 归蒙顶岩体 是距今约25.4亿年前 侵入的花岗陕长岩 之后深埋地下 经历了长期的变质作用 变成了片麻状中 立花岗陕长岩 这里是归蒙岩体的命名地 也是岩体同位宿侧年的 取样地点 离开归蒙顶 我沿着拜寿战道 到达拜寿台 拜寿蒙山先翁 蒙山先翁 利用西北侧裸延衣衫 旧式造型 以古代南极先翁为模本 高218米 宽198米 制作面积是四川乐山大佛的 33.7倍 头部高85米 大脑门 白须飘逸 长过妖际 一首主旧账 一首脱仙桃 慈眉善目 满面笑容 静观慈祥 亲切 远看轮廓清晰 气势雄伟 此刻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 崇尚自然和谐 追求生命永恒的价值观念 内心深处受到了强烈的共鸣 结束一天的行程 心中满在的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对文化的尊重 对生活的热爱 宜蒙山归蒙景区的美 不仅在于它的秀美风光 更在于它给予我们的心灵滋养和精神启示 这次旅行 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 每一次行走都是对生命的探寻 每一次出景生情 都是对自我与世界的重新认识 最后我想说 宜蒙山归蒙景区 你是一本厚重的书 每一页都书写着自然的奥秘 与人文的情怀 你是一首深情的诗 每一句都吟唱着生命的力量 与岁月的静好 我会带着这份深深的感动 继续前行 去发现更多的美好 去感悟更深的人生